欢迎收看泰拉瑞亚纯召唤师生存第八期 算期视频我们是通过了很长时间的艰苦准备 终于是把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一期我们终于要打肉山了啊 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 我就在两天内更新下一期 点赞越多我就更新越快哦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游戏 首先我们做一点准备 先拿一点铺平台的 个人建议啊不要用平台铺 就用实体方块铺可能会好一点 这里我拿了三组土块 然后就是黑药石皮药水 这个东西越多越好啊 因为你在地狱大概率是被烫死的 而不是被小怪打死的 反正我是这样的 准备完毕我们直接出发下地狱 这次来地狱在打肉山前 主要有三件事情要办 公平 公平 还是烫 不是啊 应该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把平台铺好 铺长一点 第二个我们要把下面的这些废墟稍微探一下 把里面的宝箱给开了 我们上次在地牢是弄到了一个暗影钥匙 第三个就是尽可能的多打一些向导的污毒娃娃 我准备从下来的这个地方一直往前铺 铺到头 这个高度应该还可以吧 会不会太高了点了 感觉有点顶到头了的样子 我们一边向前铺 一边顺带就把下面的宝箱给开了 恶魔地狱车 还不错 这个地狱箱子里面好像大多都是这种近战武器啊 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 顺应地狱发一个坡下来 一根法杖也没用 这个箱子里面居然只有两种东西 我们慢慢地把这个地势往下面压一点 希望能够成功坚持到后面来 宝藏磁石 再往下多压一点 感觉确实铺的有点太高了 打到后面肉杉放激光 我都不知道好不好跳 总算是铺到头了 把前面这一片陆地给炸掉 用来祭祀向导啊 居然还有一些玉石炸不掉 挖了 好 这个平台总算是铺完了 足足有半个屏幕这么长 应该完全够用了吧 我开着车带大家溜一圈 顺便查漏补圈啊 像这种岩浆瀑布还是堵一下上 虽然没有伤害 但是影响观感 哎 看 查漏补圈还是有用的吧 到时候打肉杉万一卡在这里 那可就尴尬了 天花板稍微敲高一点 不然连跳都跳不起来 只能站着来揍 溜完这一圈 基本上摸啥大问题了 那我们就要开始正式打肉杉了啊 大家猜猜我这一次需要打几次才能打过肉杉 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内心稍微有一丝紧张 有一丝忐忑 我们先打一把 试一试肉杉的强度怎么样 至少要看看能够打到哪里对吧 万一平台不够 就只能又花时间干平台了 先把包裹整理一下 把身上的杂物存一存 然后开始嗑药了 嗑药石皮药水 铁皮药水 敏捷药水 再生药水 露气药水 耐力药水 搞定 舔一口 力气战 再舔一口 施法桌 好 跟我一起来 向导祭天 法力无边 走你 来了来了 来了 肉杉来了 感觉他的速度还好 不是很快 挺慢的 先把他的触手全部都给打了 很快 一下子触手就全都没了 他速度好慢了 我们这个车 打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感觉我在地上跑都能跑得过 他那个上面的方块还可以挡他的激光啊 我们现在的血量非常的健康啊 激光越来越密集了 小心一点 下面那个眼睛的激光打不到我 哎 啊 这 就这样死了 热山什么时候这么菜了 还是说我们太强了 怎么回事啊 我这难度是专家 先开福袋吧 鞭炮 热魔之星吃掉 巫师勋章 发条枪 神锤 没开到鞭炮啊 还得刷 我们辛辛苦苦搭的平台 连三分之一都没用到 肉山是不是被削弱了 一定是我们太强了 哎呀 就这 还不是轻轻松松 姑且就算只用了半次就打败了肉山吧 那么你猜对了吗 哎 太轻松了 我都不想哦了 不过 怎么说也是肉山嘛 还是象征性的哦一下吧 这边的宝箱怪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肉厚的世界了 这种小宝箱怪还是挺好打的 十字项链 好东西 又一个宝箱怪 刚过肉山就给我送装备来了 可以可以 天界的小女飞刀 没用 又有一个宝箱怪 这三个宝箱怪都刷到一堆来了 您也太客气了点吧 又是个十字项链 等了半天都没等到向导复活 我这个药水时效都快过期了 先回去总理一下吧 我现在打肉山简直不要太轻松 简直跟打黑长直差不多了 鞭炮 没有 哎 愤怒的召唤师勋章 不错不错不错 哦 这次向导来得够快呀 好 给面子 一时间没刷到鞭炮也没关系啊 反正咱们打肉山这么轻松 对吧 多刷几次总会刷到的 打它就跟好玩的一样 我 大聪明 再也不会在肉山这里翻车了 兄弟走好 哎 我靠我靠 我怎么掉下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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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死回去 要是死回去 我是傻逼 我现在手头上已经没有误度娃娃了 只能给向导修一个向导快乐屋了 哎 又来一个宝箱怪 我能不能开车撞死他 撞 没有 撞 哎 泰坦手套 哦 nice 我正从没有地方去找这个东西呢 在我修快乐屋的时候 给我送了一个屋的娃娃过来了 我们准备直接丢吧 哎 这边还有一个黑药石玫瑰 先剪了 丢 来 准备啊 鞭炮 又一个召唤石勋章 还是没有鞭炮 哎 还得刷 我们先做一个强力手套 这样我们挥鞭就更强了 还打到一个黑药石玫瑰和一个岩浆石 继续下去刷吧 哎 刚刚那里似乎站了一个人 上去 受复巫师 解救 水晶球 好像没什么用啊 挖向导的墙角 哎呀 太惨了太惨了 不忍直视啊 向导 组织上会记住你的好的 到时候就安排你跟你心爱的蘑菇人住在一起 再来一次 两个袋子 这还不给我出鞭炮 鞭炮 哦 鞭炮出来了 坐牢终于结束了 还有一袋 又是召唤石勋章 五个袋子 开出了四个召唤石勋章 现在可以根据直眼来定制了吗 把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鞭炮敲一下 巨大 可怕 好可怕呀 巨大 恶魔 不太行 继续 恶魔 神级 可以可以 就神级吧 这一期我们是刷了五遍肉山 才刷到鞭炮的 真不容易 OK 那么本期就到此结束了 本期点赞过五千 我将在两天内更新下一期 好吧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 一定要多多点赞关注up主 up主才会更有动力去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